航母作为现今海军军事力量的集中体现 不仅是每个国家关注的焦点 也是海军实力的比拼 作为一艘可以搭载数千人的巨型练团 一次航行的消耗不仅仅体现在能源上 对于几千人所消耗的食物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就以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为例 来聊一聊一艘航母上的食品消耗 戴高乐号作为法国唯一的航母 属于4万吨级的航母 并且携带弹药的重量为500吨 而这艘航母的携带食物重量竟足足有350吨 由此可见航母上一天的食物消耗是很大的 除去舰船上的1900名官兵 有时还会有上百名的军官入住戴高乐号 并且航母上工作量很大 面对工作了一天的海军军人而言 食物的补给是十分重要的 食品仓控制不仅堆放着各种食品 包含面包肉食蔬菜等 舰上的厨师一天要做饭的饭食量 竟然高达5800多份 而且还需要加工5000份的甜点 3000份的维也纳面包 1200根左右的法棍 这么多的食物一天之内就会被消耗殆尽 由此可见一艘航母上食物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 除此之外 一天之内还会消耗将近800千克的肉类食品 和900千克的蔬菜 据了解戴高乐号上的食品储备量 可以供船上食品使用45天 所以无论是食物储备 还是船上一天的消耗 都是十分大的 相对于戴高乐号之类4万吨级的航母 消耗就如此巨大了 那么更大级别的洛杉矶级航空母舰 或者是辽宁号航空母舰 见船上一天的食物消耗就可想而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